大家好,今天我们是用GitHub Pages这种机制来创建我们的个人网站 这篇文章是GitHub Pages的作者Tom在设计这个机制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 读完之后我们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是程序员拥有编程的基本基础知识的话 使用这个机制果然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但是如果是非程序员的话,这种方式基本上是不适合的 操作过程就是在我们在这先建一个Repository 这个Repository的名字稍有特殊叫 叫我们的用户名点GitHub.com 到这我们按部就班的把这几步做一下 然后创建一个默认的手页 一分钟之后我们到 lovelypeter 是我们的用户名点github.com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网站已经生效了 那么同样的给我们的组织或者项目做主页 也是过程也是类似的 那么当然徒手的去写一个html的精彩网站 肯定是不理智的 所以说githubpages的后台采用了jeco这个软件作为支撑 我们看一下jeco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便利呢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链接 然后我们到这个页面打开jeco这个项目的官方主页 然后到它的官方主页把它的文档页打开 那么到这儿就有jeco的详细的使用说明了 那么安装地步呢 只有当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配置jeco的时候才需要 那这里呢就不需要了 下面的使用和配置呢 我们稍后再看 其实jeco使用的秘诀就是我们只需要copy现有的jeco网站的原代码 然后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选一个我们自己最喜欢的网站 然后不断的去做修改就可以了 回到终端 为了编语演示呢 我们首先把现有的文件全部都删掉 然后呢 我用很快的速度来进行第一步的操作 123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些文件 我们首先看这个配置文件 里边是加上了这一行 代表要用maruko这种引擎来解析markdown的文本 markdown呢是一种简单的标志语言 有了它呢我们以后在书写这个页面的时候 比如index.lmd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类似的这种简单的标注来实现 每tml的页面的显示了 比如说这个是显示的 是一级标题 那前面这个也很重要 这三行呢表示 表示我这个网页要应用的模板是default这个模板 那这个模板在哪呢 是在layout 这个default 前面这些东西呢是这个模板的头 然后这一行呢是模板里边可以带一些固定的内容 那这一行呢会替换成页面的主体的内容 那这两行是模板的位 那这一行最终会被替换为呢 会被替换为这些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些内容做成一个新的版本 图示到服务器上 刷新页面 来分析一下这个网页的原码 那中间这两行呢明显是index.md中的markdown的内容 已经被翻译成了html 那前后的部分呢肯定都是default.html 然后那个模板的内容了 那这呢现在有一个显示不正常的地方 好 那么大家给我三秒钟时间来完成这个东西 一二三 他所做的修改呢是仅仅是添加了这一行 那么添加这一行之后呢 我们把它 图示到服务器上 这是显示 中文的显示不正常呢 是因为中文本来我们在wim中去敲它的时候 它是utf法编码的 但是在这呢浏览器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它以其他的编码形式来读它 所以说就会显示上乱码 刚才我们加的那一行内容就是告诉浏览器 然后以UTF8去解析网页上的文本内容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现在显示就正常 我们还是到JECO的页面上 看到JECO的一个描述 JECO是一个SimpleBlockAwareStandingState Generator 我们首先说我们使用JECO 到未必把我们的GithubPages网站 做成一个博客网站 但是JECO对于博客有特殊的知识 这一个所谓的BlockAware 我们回到终端 大家给我三秒钟的时间 我来展示给大家 1,2,3 这次我们的修改是增加了这样一个目录 里面有这样一个文件 同时目录的名字和文件的名字的格式 但是这个都是JECO有要求的 是年横杠 月横杠 日横杠 然后在横杠 后面是我们博客的名字 当然post和layout的前面这些文件加特殊文件 前面都要以下号线开始 这也是固定的 那么做完这个操作 然后我们在index里边加入了这两几行内容 这一样带有大括号的内容 就是liquid脚本的内容 具体的信息 可以参看 这有具体的说明 我们还是把新内容推送到服务器上 到这我们刷新 看到这智能的很智能的生成了一些东西 点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博客里边刚才收写的一些内容 我们最后想要实现的一个功能是代码高亮 highlight code 具体讨论在这个页面上 同样的我们还是回到终端 copy一些新的代码进来 123 这次我们增加的文件是这一个 其他的修改内容是在config里边加入了这一行 这一个pigment是代码高亮的一个解析器 这个平衡要设成true 这个我们的jaco才会启动代码高亮功能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的内容是增加的这几行 这几行同样是liquid脚本语言的内容 我们首先把这些内容 推送到服务器 到这儿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主页上有自动生成的这样一个链接 在这儿我们看这有一些代码内容 表面上看的是没有高亮的 但是我们仔细查看一下它的圆码的话 我们会发现里面对不同的关键字 都已经给出了不同的标注 证明高亮功能已经启用 那之所以没有显示呢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给它添加适当的层叠样式表 所以我们回到终端 添加适当的内容 一二三 这次添加内容是添加了具体的层叠样式表文件 同样的做的修改呢 只是在layout里面加上了层叠样式表的应用 首先页面 好 我们发现高亮已经实现了 这一集的内容就是这些主要给大家介绍的Github配置 以及它后面的真正的JCO软件的具体的使用的细节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很好的功能 在视频里面有介绍 大家可以参阅文档做进一步的了解 谢谢大家 下周见